我国清朝的康乾盛世享誉世界 那是大清帝国最为繁荣昌盛的时期 自然那些满足的巴西子弟和达官贵人 日子也是过得相当舒坦的 然而世事总是无常 随着清朝逐渐的衰败 这些满足后代后来又何去何从了呢 东北是满足人的发源地 乾隆在位时想要带动自己的家乡发展 期望其能与中原和江南等地媲美 于是他派了大量巴西子弟去东北的黑龙江 所以现在黑龙江一带有很多清朝贵族的后代 例如索额图和珅的子孙等 随着满足的衰落 这些满清的显赫家族也沦为了平常的百姓人家 索额图第十二代后人何玉琪 如今已是七十多岁高龄 但他仍然把满清的各种规矩记得很清楚 提到祖先索额图的时候他很激动 他说索额图是康熙的丈人 当年的国障家族人人见到都要行大礼 乾隆年间家族也是风光无限 像不尽的荣华富贵 即使现在索额图的后人都成了种地的农民 但他们仍然保持着当初的族规祖训 将祖先的画像完好地保存着 并且每年都要祭拜祖先 清朝最大的贪官和珅 当初复得流油 现在的后人也是黑龙江某村的农民 他们世代生活在黑龙江 却说着一口京城腔调的普通话 他们也仍然保持着祖先时代的习俗 在办婚事丧事的时候特别注重排场 至今都是严格按照满清的仪式程序进行的 每当这时附近的居民都会去围观 就像看现实版的清朝电视剧 祖先当初风光无限位高权重 而现在的后代都是普通百姓 没有了尊贵的身份 但他们却仍然保持着贵族的习俗和排场 似乎显得有几分夸张啊